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一篇文章 题目是 即使老了 也要老得漂亮 我们一起来听 未闭双眼 回想这大半生走过的路 回想起身边的亲人朋友 回想起曾经经历的故事 不管是痛苦 忧伤 挫败 还是幸福快乐成就 都已经过去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老得漂亮 有一种保持美丽的态度 有一项坚持健康的运动 有一颗善待自己的心 有一个修炼气质的爱好 有一份美好生活的向往 用一颗豁达漂亮的心 做个温柔慈祥的老人 这样 长寿才有意义 即使老了 还要装扮得体 年龄可以老 心灵不能老 这是对待生活应有的心态 因为改变的 因为改变的只是容颜 不变的是年轻 纯净的心 这也是尊重每天都要看到的人 即使老了 还要继续锻炼 坚持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 保持身体健康 不让孩子们担心 即使老了 还要精心地烹饪 认真地做饭 细心地洗刷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老伴 即使老了 还要保持优雅 在书桌前看书写字 在公园里跳舞哼曲 在房间里精心布置 在阳光下晒晒太阳 即使老了 还是要继续爱花 爱她的芬芳 爱她的柔软 爱她那也许 要逝去的青春 即使老了 还是要向往生活 也许耳聋 牙缺 头发白 但曾经的伙伴 还在身边 回我们一起变老的时光 还可以牵着手 走在夕阳下 相拥而笑 相互依靠 不会离开 即使老了 也要老得漂亮 一定要会玩 会美 会翘 做一个新时代的新老人 即使老了 也要老得漂亮 既然无法避免衰老 那就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活出精彩自我 漂亮 到老 导音 一小心 可不可以 有俄 相互 相互